23號清晨開始 深圳降下特大暴雨 因為雨勢來得又大又急 失去多條主幹道 根本來不及排水 大馬路都被淹到 看不見柏油 局部地區水淹高度 達到成年男子膝蓋 有許多轎車 開到一半拋錨 還有不少人受困 先來看幾段 當地市民拍攝的畫面 天啊 旁邊跟海洋一樣 天啊 這是深圳的特大暴雨 你看這是一條路 這不是一條河 大陸氣象局通報 深圳這場特大暴雨 在保安區半小時雨量 達到108.2毫米 不但是突破了歷史記錄 還超過2021年 在鄭州造成至少398人 死亡的特大暴雨雨量 目前深圳官方 還沒有進一步通報員員 因為特大暴雨傷亡 不過從不少陸媒報導 報告畫面可以看到 大水淹禁民宅 造成不少居民財產損失 以上是最新訊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